东北某机场气温接近零下20摄氏度 海军航空大学某团多机型跨昼夜实战训练正在进行 学员驾驶刚刚列装的某新型舰载直升机依次起飞 在恶劣切口条件下 先后完成超低空飞行 海上编队飞行等科目训练后平稳着陆 夜幕降临参训学员不经休整 马上转入夜间训练 两次滑胸 滑到汽车的爬上 夜间环境昏暗 观察距离有限 无法识别明显标识 开展平台起降训练 对飞行高度速度姿态的匹配要求更加严格 飞行员要根据领航员指令 及时进行修正 通过地面灯光地标和机载仪表设备 确定直升机位置 直至安全着陆 对我们飞行员来说 心理上承受很大的压力 针对机型不同 训练方法差异大 组织教学难等情况 海军航空大学某团主动探索创新 教学训练方法 选拔了一批素质过硬的指教长 采取双师连教 强弱搭配等方式 因人而异 制定代教计划 提升训练效益 我们不断加大实战化教学训练比重 按照院校教育向部队靠拢 向实战聚焦的总要求 积极探索多机型 昼夜图训的组织模式和方法 使院校教育更加贴近部队实战 为部队输送更多的合格的战斗员 感谢观看